很多如何饲养猫咪的一些专业知识 当然也有很有实用性的一些概念呢 也让很多的朋友可以掌握到很多的讯息 好 那当然今天身边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一和文化的华穗 还有呢我们的爱德华 爱德华是谁呢 就是我们豹猫的主人 养它已经养了半年了对不对 Ian 哈喽 再把他脸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不会想养一只豹在你家 但是这只豹非常的贴心 非常的温馴 非常的跟人亲近 好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其实很特殊的一些品种的这种猫 然后呢对他的认识 其实在这次的我爱猫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就是如果你要开始养猫了 很多事情是你要学习的 我们看一下 你准备好成为猫奴俱乐部的议员吗 爱德华你觉得你现在是猫奴吗 是啊 是哦 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觉得他喜欢的是东西啦 食物啦 食品我们都今天可能会去满足他 满足他 就是以他的需求为需要对不对 所以要常常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了解跟添购 不过这次其实我们有了这本我爱猫咪之后 其实我相信可以帮爱德华减轻很多的烦恼 因为有很多的购物指南 我想每一次其实宜和文化都会在这方面多多帮大家做一些努力的哦 我们今天手边也带了好多我们今天手边也带了好多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新鲜货 今天带来的东西大概就是养猫的时候都要准备的 我们先从就是如果说你养的是小猫的话你可以帮他喂他喝奶 喂他喝奶 对对对对如果说妈妈没有喂奶母妈没有喂奶的话你可以用奶粉的部分来代替 可是为什么是一只狗在这里 猫狗通用的 猫狗 对对对 所以这个OK的 对这个OK 然后等它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慢慢的添加干粮 对 好当初这个爱德华你在养我们家艾恩的时候有没有也用这种baby的东西给他喝 会我们还是会多少用加一点点这个奶粉的奶粉 所以可见现在真的还是狗猫一家亲 对很多的一些宠物的用品它还是可以两者都可以通用 对好那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也要准备呢 干粮干粮是一定要的嘛对对是 然后还有猫砂猫砂也是一定要对 然后看一下还有呢 然后还有一些除臭的东西 比如说因为猫咪的尿会比较有味道 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猫上过厕所或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喷一些东西 然后一些短鼻的猫咪的话它会有一些泪痕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处理掉 还有罐头罐头的话其实比如说胃口不好或是生病的时候都可以让它吃 好当然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玩具 这个玩具是什么呢 它其实你可以按一下它其实有沙沙沙的声音 通常猫咪喜欢像这样子 听到这样的声音它就会比较有反应 而且这里面说有一些猫喜欢闻的香草啊 猫草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像我手上拿的这种玩具 这个玩具好特别 这个就是Iron自己专用的 专用的哦 对对对这是它的玩具 因为像这样子有羽毛的东西 它都会很喜欢 而且那个应该讲说那个纹路跟它也非常接近 我们特地为它挑的 好 对 来再逗一下我们再给它逗一下咧 它真的有感觉了 有没有 诶 对它其实有一点反应 有点反应的有feu了有feu了 其实很多猫咪来到我们摄影棚都会忽然变得很安静 对 因为它其实很害怕 害怕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爱德床窝 Iron的窝哦 对这个可以直接这样打开 对那Iron今天就是这样提来 这个还可以直接拿起来 直接拿起来的话就变成床了 就变成床了 对而且它其实很方便 它可以扣在你的车子上面 是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准备了几张照片 这个是什么密室猫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一些读者自己拍他们的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集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好可爱哦 对啊 嗯 就是猫咪都喜欢躲在暗暗的地方 暗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比较狭小的地方 是 好不过这些照片当然都是读者自己寄来给你们分享的 对 我们要去看看事实上现在有非常多的人 越来越投入在专业摄影的部分 其实这次在我爱猫咪里头 我们也介绍了两位非常漂亮的摄影大师 对 好这位是小贤 小贤 也来上过我们宠物俱乐部了 还有另外一位是猫夫人 对猫夫人 猫夫人也非常漂亮 自己漂亮她拍的猫更漂亮 对 好当然呢我觉得有美女有摄影也有一些人 真的自己动手DIY做一些猫创作 对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其实这次有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用板筋去做出来一些废 废铁 废铁 废铜 对或者是一些器材 就是都是不要的东西去做出来的 好除了她之外 这一位是大家都蛮熟悉的创作才女 洪敬慧 对 她呢自己是做一些这个手黏土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猫小批 对猫小批 这个是袜子娃娃 袜子娃娃 所以你看爱猫的形式是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的 对 好不要被猫咪惹毛了 好其实你们家的那个爱了脑它应该很喜欢洗澡 是 好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在这本我爱猫咪特地教大家 因为大部分的猫是不爱的 不爱的 好跟爆猫的个性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你们教大家就是你看那个嘴巴都还张着的 开始要准备发脾气了 对 好所以有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我相信都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本我爱猫咪 都可以看得到 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个养了半年的爆猫最大的心得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养猫就是说我们平常能够多关心它一点 然后帮它多挑选一些比较对它比较有安全性的一些产品 是 然后至于猫的话 应该都是很好做的照料跟释养的 像它的猫毛要不要特别去做什么处理呢 它的猫的毛大部分我们就是当然平常的一些梳理部分 然后我们尽可能会帮它挑选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产品 去让它使用 所以这个一些讯息也是要透过一本好的月刊 好的杂志好的一些书籍 让很多的朋友随时的你们自己要进修嘛 对不对 因为猫毕竟陪着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相信其实在我们一个文化的努力之下 让更多的这些宠物的主人们都很清楚的 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依旋了 对不对 好这次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爱恩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呢它整个状况非常的OK 好希望下次它再来好不好 我相信养了半年 然后如果再经过一年的时间 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好不好 好我们相关的讯息都会PO在我们的官方的这个部落格里头 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给我们看一看浏览一下 好吗 谢谢两位 也希望这个很爱猫咪 有更多的朋友认识猫咪了解猫咪 然后也更爱它们 谢谢感恩 谢谢艾恩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